我们的画图功能 最后我们会用一个小画板来做总结 那先看看什么是画图功能 那我们上礼拜有用时间 上上礼拜是时间控制 那上礼拜是编辑器 那这礼拜是画图功能 那画图功能就是你可以在 在视窗里面画你想要的图 比如画一个圆 画一条线 画一张线下 或者是用可能想要画的东西 那画图的方法 当然就要引用他的画图 韩式互換物件 那画图的韩式互換物件 最主要的第一个是graphics graphics应该就叫做绘图板 绘图板 所以create的一个graphics 又create的一个绘图板 那hand就是画笔 那就是你要用画笔去画 那放的是字形 就是你有要印字的时候 会用这种字形 可以指定字形去印 那brush是笔刷 笔刷是用在比如说像漸层啊 或者是你要厚的还是薄的 还是颜色之类的 那我们就是笔刷的用 所以我们这个层次呢 画笔功能示范的这个层次 paint level 我们就建立了一个绘图板 然后一支笔 一个字形 一个笔刷 然后呢 我们在form1.paint 这一个函数里面 就去画 第一个画一条线 画一条线 再来再画一条线 所以画了两条线 再来呢 画一个矩形 接下来呢 画一串字出来 字也可以画 就笔教这个放着字形 去画一串字出来 那接下来呢 建立一张影像 我那时候是用我的照片 每次都用我的照片 不太好 下次改一个 那接下来呢 就用 就把它画上去 画上去的位置 你可以指定 用mune point 这个是x轴的点位置 y轴的点位置 所以画在200200的地方 整个图的坐标格式是这样 这一点是00 最左上角是00 往这边 以这个例子 往这边200 往下200 的地方 画在这里 所以我们来试一下这样的程式 我们就建立一个新的专案 这样我们就有一个视窗了 有了这个视窗之后,你看我们先建立几个物件 先建立几个物件,放在这里 先建立几个物件 画板、笔、字型、笔刷 接下来我们把这几个物件真正的初始化 因为你这里只是宣告而已,还没有建立 宣告完之后要建立,就像Nin之类的这些要建立 建立好我们这个笔刷,笔是用黑色的,而且是三条 笔刷是用固态的 有时候会有,你可以选定啊,底线啊,建成啊,还是这样固态 那接下来我们先放一个指令就好 放一个指令上去 这个指令我们放在哪里,fong1.pent 所以我们是放在这个pent,pent在哪里呢? 那这个pent在闪电这个世界的属性里面有一个pent 你点两下,它会自动创造出一个pent函数 那这个pent函数就是说,每次重化的时候,它都会呼叫一次 所以你要画在这里,它才会每次都重化 如果你是在别的地方只画一次 那画完之后呢,你不是写在这里的话 那可能到时候你放大缩想,它会被清掉 那你写在这里就不会被清掉,你待会可以试一试 好,这样子你可以看到我们画出一条线,对不对? 而且呢,我放大缩想,它都感觉很正常 刺刷,感觉很正常,对不对? ok,好,那如果我今天呢,不要画在这里 我现在还在这里,停止 我们再把这个画线的动作呢 移动到另外一个地方,移动到哪里? 移动到凤刚开始建立的地方就画了 我的画鼠好像进入一个奇怪的模式 好,时候我把它移动到这里 然后再去画 那你会看到这些也可能natal 没有这些画出细 但是呢,如果我把它放在丰落的地方 丰得丰 HERE 载入的这一个函数 我们看一下 它还是没画出来 为什么 因为我们Paint里面没有东西 如果我把Paint整个砍掉呢 没有发现 他发现错误了 因为这里 自动生成的函数里面 没有砍掉 别砍掉一次再建置 那就成功了 可是呢 我们还是看不到 那如果我今天呢 在Lode完之后呢 马上不叫 Paint 所以 你必须要把这个东西放在Paint里面 它才会正常作用 记得 要放在Paint里面 那如果你Paint 像刚刚我们自己用手把它砍掉 它就不见了 那就再生成一次 它还是会为难 所以我们就这样 这样子才是正常的 记得 放在Paint里面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把指令加多一点 加多一点 我们先加到 Hello你好这里 这样你会看到的结果就是会有两条线一个矩形 再加上一串字 两条线一个矩形 再加上一串字 OK 而且位置都是在你指定的位置 像这条11到300 100 那应该是这条 因为11在这里 最左上角是里面 11在这里 所以300100 所以是这条 那110 110 就是这里 到300 100 可以 写到这里 50 50 100 100 这点是50 50 它所谓100100是指它的宽和高 所以如果你今天希望你的矩形是宽很宽的话怎么办 把这个 50 50 100 100的这一板改掉 就会变很宽 比如说 50 50 200 100 这时候呢 能看到它的形状 就变宽 所以 这个 是画矩形 然后最后是画字串 而且画字串呢 也是有规定 在哪里画 那它目前是在150 150的地盘画字串 150 150的地盘画字串 好 OK 那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找张图 那找张图找哪张图呢 讲什么图 随便找一张 好吧 就用 就用 这张好了 我把这张给印存影像 印存影像 放在哪里面 放在我们专案 所以我们先储存专案 先把专案 确定一个位置 在CS的Graphic Demo 我拿出钱 然后呢 我把这张影像给存在 CCC的CS Graphic Demo里面 最好多件的资料夹 比如说叫Image 然后把它放在这种资料夹里面 就等于这里装一个部分 然后呢 我这边呢 就叫做Image Image给GIF 所以呢 记得是GIF 那我们这里 这里我们要先建立这张影像 展路 但是 位置怎么看呢 位置怎么看 你可以下绝对位置 如果你 你 能够确定绝对位置 它如果不行的话 就要用相对位置 但是相对位置 我的程式到底在哪里 怎么样做相对位置 这里就必须要考虑 我现在呢 我的程式 我先用绝对位置做一次给各位看 绝对位置 因为我们在Graphic Demo 这里面的Image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路径 剪贴下来 然后呢 OK 这里 要多加一个前字号 否则的话你就要用双斜线 双斜线的话就像C元一样 如果 因为它斜线N是指特殊用品 所以如果你双的斜线 两个斜线才是真正的代表一个斜线而已 那如果你不想那样就用双斜线 不然你就用 就用反过来的这种线 也可以 也可以 斜线 你要用这种 这种 跟那个特殊符号双斜线 那为了不需要修改哦 你就在前面加个两组号 这样子它就会把这种双斜线的 就不允许用特殊符号了 这时候它就可以直接辨论 好OK 那最后我们的影像不叫CCC了 所以我们这里叫image.gi 所以它载入这一个影像 然后呢把它画在两百两百的地方 我们现在执行一次 没有载到吗 试一下反弦线 有没有可能要检查一下 有没有可能要检查一下 那我先确定一下 这张图有东西 中段在这里 试试看 看看他image是不是有载进来 中段在这里 然后实写 所以它会在这里中段 我们先看试看一下 image 我们先确定一下这张图有东西 这张图有东西 这张图真的没有东西 所以难怪没有 所以我刚存的时候 所以我刚存的时候 好像没有存好 好像没有存好 上面去点gis 用什么开呢 用小外加看看 这张图是这样 难怪没有 而且是图档的问题 所以呢 我还是得找一个 找一个图档 直接画一个 直接画一个 你也可以直接画一个 直接用小画加画一个 算我不太会画 我还是找个图档 找个图档 找个图档 进到这里 我还是找个图档 我把这张图给 另存一下 这次应该会有 Bitcoin Mark1 MGI 看一下 所以 有时候 当你的程式有错的时候 你就要记得 除错 除错 以Visual Studio 是很方便 所以 追踪一下就好 然后再重建一次 开始 OK 这时候 有 那这次 你会发现 他 放到说小 会有问题 会有问题 这个图档 似乎一开始 没有 没有到那么大的画 那就没画那么大 那我们可以 一个办法 你现在 先开很大 看看 OK 那这样 那就有 可是呢 这样毕竟不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对不对 那所以呢 应该是要在resize 的时候出价 试试看 就是 resize 如果我今天这样子 在paint之前再去取的这些东西 试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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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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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在paint之前再去取的时候 他就不会有刚刚解掉的状况 那这是他设计的那个 理念的问题 所以我们也必须要适应他 所以我们也必须要适应他 有时候 他 他 也就是说 刚刚之所以没办法 是因为这个get graphics 他一开始取 就只取那么大 他只取那么大 你一放大 他就 就会有问题 所以如果你今天 有要放影像上去的时候 你可能就要考虑在里面再去game play 这样就不会有问题 这样就好 所以呢 各位去试试看 对 刚刚的相对路径我还没讲 用绝对路径 毕竟不是个办法 你安装完 你不知道你自己的 软底安装在哪里 或他copy 你也不知道他copy 所以用绝对路径不是一个好办法 那我们要看说 我们的层次到底放哪里 在这个 Vidual Studio里面呢 我们的除作版会放在debug这里里面 那如果是正式版会放在这个release里面 所以如果你希望人家直接空了就可以用了 那你应该从这边开始 debug或release开始算相对路径 那开始算相对路径 如果我今天想在bin底下 我就要上一层 上一层就是点点斜线 点点就是上一层 那如果想在grepes demo底下呢 那就是点点斜线再点点 这会上两层 那所以我们是放在上两层的image底下 所以我们应该可以用 点点斜线 再点点的image 试一试一下看 我确定 OK有 所以如果我们用这种相对路径 那 那你就层次扣到哪 他就可以抓图抓到哪 OK 那这是一种办法 另外一种Vidual Studio的办法 是你直接把图位到这边里面了 他有一个 就是在那种 之前我们不是有Picture Bus Picture Bus里面不是有一个image 然后他叫你汇入 他汇入的话你直接抓 专案里面的这一个已经汇入的图 就不需要重新载入档案 但是其实我比较喜欢用档案的 我比较不喜欢把它载到专案字里面 这样 其实会让层次变大 所以 而且弹性如工 我一定要喜欢用 放在档案 然后用相对路径的方式 去做 这样做出来的软体会变成绿色软体 所谓绿色软体就是 你不用安装也可以用 那 不是绿色软体就是你一定要安装 不然就没办法用 我比较喜欢做 像绿色软体 因为 不用安装也可以用 你只能够扣进去就好 但是相对的这样 你就比较难保护你的层次 就 授权啊 或者你要贩卖 就比较难保护你的层次 好 所以现在我就把这一个层次 剪贴上去 然后各位试试看 也写一个 可以绘图的层次 我直接整个层次剪贴上去 反正你上去之后 把这个 大嶼砍掉 把这个括号砍掉 重案的池它会整个排号 OK 谢谢 谢谢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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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